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一起来参与太极门一二一九事件 平反第十四周年全民开讲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Andra 我和先生共同经营的汽车保养厂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因为信任先生的一手好技术 这么多年来也拥有不少的固定客户 汽车定期保养不仅仅保障使用者自己的安全 也会影响到周遭人的安全 因此汽车保养服务 不仅仅只是一份让全家得以温饱的工作 更是一份担负着客户用车安全的良心事业 相同的政府是为服务人民而存在 更需良心执政 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 也是国家永续重要的基础 相对的如果不以良心执政 人民又默示自己监督的权力 公权力就很有可能 沦为侵害人民 侵害人权的工具 今天邀请到三位语谈人 长期从自己的生活或工作中观察 政府不公益的税制 对人民造成的迫害 接下来我们听听雨峰怎么说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住在高雄 是从事电商网络零售的生意 今天会有机会与大家在这里讨论法追问题 是因为我本身是二十几年的看行门弟子 在我高二的时候 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住院了好几个礼拜 因为这场车祸 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有许多后遗症 像是无法激烈运动 也无法九站九蹲 因为撞击到头部 所以如果我站太久或是蹲太久 就会头晕目屑 因为精神不济身体不好 所以我连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读 所幸 精轻有介绍 带我进入太极门拜师练功 在师父细心的教导 与师兄师姐的帮助下 我的身体在短短六个月内恢复健康 精气神甚至比出车祸之前还要好 我的妈妈在同一个时期陪我一起入门练功 她的身体健康同时也获得很大的进步 长久的失眠 免疫系统失调 过敏都有很明显的改善 我们一家人不仅透过练功 获得身体健康 而身体也因为经常接触正能量 让我们家庭的气氛 温馨幸福 那时候每个礼拜都很期待 严修练功的那一天 因为在太极门里 每个人都非常的和安可亲 气氛总是和乐融融 师兄师姐可以暂时抛下 课业工作的压力 彼此谈心论道 在道馆的世界是非常的单纯融洽 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 若非亲身经历 绝难想象台湾有一个这样 健康单纯快乐的原地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 我放学回家的途中 看到电视新闻报道 侯宽人检察官搜索太极门道馆 声称太极门涉嫌诈欺 我心想怎么可能 平常我所接触到的师父 与师兄师姐 都是非常正派的好人 怎么新闻写的 跟我平常生活的道馆 完全不一样 在那个没有网络 资讯不发达 法治与人权知识 非常不充足的年代 人民对于政府官员 检警系统是非常的敬畏 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在人民心中 应该是正义的执法人员 竟然会有违法人权 假造证据诬陷当事人的事情发生 在这无端非来横祸 遭遇造假的刑案与碎案的破坏 太极门师徒二十几年来 为自己争取的清白与权力的心酸血泪 我想在这里 与各位分享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与感想 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有部电影叫做《以父之谜》 电影里是描述主角被检察官栽赃陷害 无辜坐牢十几年的故事 片中主角的父亲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危 为了照顾儿子 所以他自愿也被当作共犯 一起关进监狱 整部片的情节就是在描述 英国是家喻户晓有名的案子 当事人的律师最后找到 检察官诬陷被告的证据时 英国的法院也立即将当事人无罪释放 一个国家是不是有法治当下立判 我们号称民主法治的台湾 在法院判决并证明人民无罪清白 少数违法滥权的官员仍不愿修正错误 也不顾人民的抗议 还强衡地拍卖人民的财产 到底我们政府官员是有多么的堕落 与民灭良知 才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在平凡的这二十几年来 我也清楚地了解到 这关乎了整个国家 政府是否能正常地运作 假如一个法治国家 只有人民需要守法 而政府与官员可以不用遵守法律 任凭自己的好恶与利益心事 那台湾跟极权统治的政府有何两样 太极门是一个万人的团体 政府官员都敢这样 明目张胆的违法迫害 那在台湾有多少受害的当事人 他们的生命与财产权益 是无声无息的遭受政府无情的碾压 我们相信法税制度的完善 公平与对人权的尊重 是对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结成了感谢 在荧幕前面收看的您 参与关心这件可以影响 所有人权利的法税改革运动 希望我们真心用汗水 泪水所付出的灌溉 能在这块土地长出真正公平正义 法治的花朵 感谢您 谢谢宇峰的分享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行使公权力的公普 更应该受到法律最严格的规范 当电影的情节发生在真实生活 受难的就会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绝不容许少数烂权违法的官员 伤害国家的民主法治 接着我们来听听 还是学生的廷锐 除了课业 他所关心的是 大家好 我是一名高中生 每年一月就要考学测 但我今天愿意站出来 是为了台湾 为了我的未来 我从小在太极门长大 太极门对我来说 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 因为全家都有入门练功 因此我们全家人都很健康 很和乐 每次来到太极门的道馆 都让我感到很平静 也在这个神器家族 得到很多启发 也因为师父的教导 让我的人生变得很精彩 然而 109年的8月21日 我们全家人上苗栗 抗议行政执行署的 违法拍卖行为 虽然早在民国 96年 法院早已三审判决 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但当天 行政执行署的官员 竟然无视法院的判决 拍卖太极门的土地 当下除了愤慨 更多的是失望与难过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 能在法院判定人民胜诉的情况下 强行拍卖人民的财产 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违法的政府官员 各个都升官发财 而受苦的却是守法的老百姓 这样的悲剧不该发生在民主法治的台湾 在这之后 我更加积极的参与 法税改革的活动 除了街头发传单 做税务宣导外 我还拿着麦克风 在街头开讲 只为了让更多人知道 台湾的法税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许多不公不义的人权问题 应该受到重视 在开讲前 我需要搜集资料以及案例 每个案例都触动人心 有的人因为一张违法税单 而得了忧郁症 有的人因为家人的不谅解而离婚 有的甚至想过要自杀 而这些违法的税单 都源自于贪图绩效奖金的官员 如果官员们都有良心 并且看到人民的苦 冤错假案就得以平反 人民也得以从痛苦中解脱 台湾并不是没有竞争力 而是台湾的税制不透明外 税单金额是税务机关说了算 使得许多国外的厂商 不愿意来台湾设厂 如果我是某企业的老板 在综合评估下 也很难接受不可预期的税灾风险吧 假如大厂商都设在国外 人才自然而然会外流 我怕我的未来 我也不得不选择到国外工作 离开我热爱的台湾 希望政府能听到年轻人的心声 落实蔡总统所说的转型正义 还给太极门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也希望全民能够团结 一同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 让台湾因为你我的努力 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我想线上一起参与这场论坛的 各位好朋友 一定非常感动 庭瑞在为太极门假案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的同时 也关心其他受到违法税单迫害个案的遭遇 年轻人大声地呼吁 小英总统 您听见了吗 接下来我们的语谈人Ling 他从管理者的角度 揪出国家法税制度的范园 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大家好 我是一位曾任健任护理师 目前是家庭主妇 身为管理人 有事情的时候 找出问题点 该修就修 是人为的 就把使用不当的人找出 人无法改进 再出问题就得负责咯 小问题大关键 等到事情闹大不可收拾 影响生活工作 影响事业营运 若损及客人权利 让工作失去竞争力 最终影响自我的生计 纵观大局 赏罚分明 力求圆满 是身为管理者该有的能力与本分 相同的情形 在国家的法税制度里 存在严重的瑕疵 少数官员 大大影响台湾 这是历史的成科 有些从戒严时代的旧法 严重侵犯了人权 需要修正 以符合时代潮流 前促转会研究员 曾建元先生曾说 当年白色恐怖 就因为检举匪谍 有检举奖金 所以有钱人 很容易成为匪谍 因为越有钱 检举人得到的奖金越高 所以有钱人被检举 就一定会成为匪谍 不管他是否真的是匪谍 这是多么愿望啊 台湾现在这样的旧席 竟然还停留在我们的财政部 跟国税局 正残害我们的国家及人民 因为是结构及制度的问题 如果不废除任何民意的 绩效奖金 人民无宁日啊 例如 太极门81年度的税案 假的起诉书 假的税单 109年却真实的拍卖 而这绝非个案 只是冰山一角 制度真的出了问题啊 太极门案 虽于96年7月13日 获判无罪 无欠税 但81年的税单 却没有谁刑案判决 无罪而撤销 经过24年 太极门的土地 竟因假税单 而真实的被拍卖 被掠夺 这发生在民主灯塔的台湾 是独么令人震惊与不解 二十几年来 太极门遭法税破坏 然而弟子们并没有因此而忘了师父的尊尊教诲 钟爱国家 师父以身作则 师徒走访世界一百多国 为我们深爱的台湾 深耕国民外交 我的师父 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 更于110年8月6日 广岛元报76周年纪念 特别发表一篇演说 强调 在不平安的世界现况中 唯有人类最珍贵的爱与良心 能够抚平伤痛 能够鼓舞希望 能够转动未来 能够创造和平 这也是我们在 说法迫害下能往前走的动力 我是多么希望 我们的国家能秉持爱与良心 还太极门清白 归还修行圣地 真理大学张嘉玲教授指出 虽然太极门曾经被污名化 但是经过多年的坚持 太极门证明了 自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门派 令人感动 国际人士也会长期支持太极门 张教授指出 太极门多年来坚持正义 弃而不舍 掌门人洪博士用爱 良心与正义 来回应政府的不公义 以和平 距离力争的方式 得到国际认同 这个案件 是国家机器 对太极门的政治干涉 行政机关 引用不当的法条 曲解税法后 掠夺太极门修行者的到场 而导致宗教迫害 他活生生的出现在民主台湾 尤为讽刺 太极门案发展至今 跨越蓝绿政权 25年来 人未得到平反 令人百思不解 我真的爱台湾 很担心不合时宜的税法 慢慢侵蚀国家发展 拖垮台湾 蔡总统 请您帮帮国家导政税法 救责失职官员 也帮帮这层让四位总统 在公开场合 赞扬台湾之光的太极门 相信光明正能量的太极门 对台湾的国民外交 会有正面的帮助 谢谢大家 纳税是人民应尽的义务 政府课税更应依法行政 税务奖励金的存在 不仅仅是威权体制的象征 更是贪腐的乱源 希望相关的绩效奖金 尽快被除 谢谢今天三位语谈人的分享 我与家人也全部都是太极门弟子 平日在太极门练功 调整自己身心之余 也跟随我的师父 太极门掌门人红道子博士 宣扬爱与和平的理念 让自己平凡的人生 能拥有更丰富多元的价值 太极门假案 延旦至今已第25年 在此呼吁假案应尽速平反 并回还太极门遭违法强行拍卖的修行圣地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门假案长期以来的关注 爱这块土地 我们要勇敢站出来 最后一起来观看为爱勇敢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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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勇敢向前走 向前走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运提荆棘中一台华香 勇敢 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迈开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赢多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地铃火香 不怀疑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运提荆棘中一台华香 用爱克服恐惧 用幸福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迈开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赢多鞋 不拖鞋 赢多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地铃火香 不怀疑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运提荆棘中一台华香 所以我们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立即撤销 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的力量 快 赢多鞋 赢多鞋 要平凡 要平凡 反倒甲 要平凡 要平凡 币国家 都不行 最后出现第一得 可能 newspapers 哪年代 哪年代 哪年代